告别聂怀桑 仍回到叶城与思追等人会合 聂怀桑派了清禾当日追查此事的人一起去协作 那张张先手听说韩光军来了 便领着昨日那几个家族同人跟着一起在客栈等候 当下几人便带着狼忘机等去指认那东西每次消失的地方 就在南城门的附近 那里除了城墙并无其他的遮挡之物 奇怪的是每每追自此处 那掠夺孩子的人连同孩子都一起消失了 踪影 似是顿住了城墙里 蓝忘机等人细细查看了一番 均无所获 于是又回到了客栈 问明了 如今叶城家里有未经掠夺过的年约十三四人 便安排了十二个弟子 加上精灵和锦鱼二人 随张姓先手等人分别在安插在各家中 蓝忘机与人私追二人在城墙处守着 业务慢慢降临 百姓渐渐散去 城门处变得清冷 不知今夜掠夺者是否会出现 蓝忘机与私追二人隐在黑暗中 悄悄等待 风吹着树叶 树树而响 不知 卫英在做什么 蓝忘机不觉走了神 守了一夜 却 没发现异常 到天明时 行人渐渐多起来了 两人才回了客栈 弟子们也相继回来 奔波了一日一夜 无所获 却皆有些疲倦了 便在白天稍事休整 到了第二日夜间 仍如昨夜一样安排 蓝忘机与私追二人 仍是在城墙处候着 正在思量着 今日会不会有动静 忽然 天空中出现信号 不同方位 两次 意味着 略夺者已经在两个地方出现 蓝忘机与蓝私追相似一眼 聚精会神 紧盯着城门那一处 果然 没过多久 两条黑色身影 如鬼魅一般 风驰而过 输的一下 便消失在城门的阴影中 蓝忘机与私追 早已跟着 急掠了过去 仍是没能抓住 那两个掠夺者 也许有隐身术 可以遁形 但孩子 却是遁不了形的 他们刚才分明是 被夹在掠夺者的腋下 可仍是一下 就不见了 弟子们和那张姓仙手等人 慢慢地汇聚了一起 锦衣便问道 韩光君 四追 你们刚刚看到了吗 四追摇摇头 但他也只是 看到两个影子 一闪而过 众人皆是疑惑 百思不得其解 蓝忘机仍是在那片地上 夺来夺去 忽然 提起脚来 猛地一跺 那地 便被剁出了窟窿 出来 石砖掉了下去 扑扑而响 下面是空的 有洞穴 众人又惊又喜 蓝室的人 个个力气大 将狼忘机将脚下的地 剁出了个洞出来 便纷纷效仿着 将所力之处 周围的地 都剁了一遍 于是 便露出了一个 圆形的洞口出来 显然 刚刚那两个掠夺者 就是 从这个洞口 携了孩子 盾了进去 只是 他们应该 有可以打开 洞穴的机关 小心 在已有弟子 踊跃地想要跳进去 蓝忘机 忙拦住他 生出个火把来 向下照了照 又向下 挥了挥掌风 确定没有暗器 和毒气公知 司追方带了弟子们 依次下去 蓝忘机殿后 交代了 张姓先手 连夜把这个洞封好 以防百姓 不小心掉了进去 洞穴不高 行走时 须略弯着身子 洞里悠黑 冰冷 潮湿 但挖洞之人 应该很好地 保持了通风 火把一直 没有熄灭 因为有狼忘机在后面 弟子们也并未觉得害怕 不时地相互调侃几句 在洞里响起一阵 嗡嗡的回音 也不知走了多久 这洞里并没有机关 只是一条纯粹的通道 也不知通向何方 终于 到了尽头 无路可走 也没有出口 便停了下来 在四周墙壁上 摸索了一番 并未找到 开启 血口的机关 蓝忘机想起 有些洞穴 原是用密语控制 不懂密语的人 根本 开不了血口 陈寅片刻 便让弟子们 都让开 抽搐 壁城 对着洞穴 镜头的 上方刺了进去 直至 刺到 几镜剑柄 那种石砖的紧致感 才稍减弱 就是此处了 狼忘机在剑上 失以伶俐 在头顶的上方 画出了一个圆形的 可容易人出去的洞 四周忙上前接住 那被画下来的一片石砖 月光 洒了进来 弟子们用崇拜的目光 看着蓝忘机 心想着 回去一定要好好写业类笔记 蓝忘机带着弟子们 从洞口依次 攀爬而出 置身于 一片广袤无垠的 平地上 借着月光 看到不远处 有一个庙宇 在黑暗中 散发出一股阴森之气 夜城里 就有不少庙宇了 没想到 城外也还有 只是 在这个偏僻的地方 会有香客吗 也是下半夜 那庙宇中 发出淡淡的光 却透出一股 森然之气 此追低声道 只怕 就在此处了 大家千万要小心 弟子们接点头 并由私追锦仪 带着众弟子 行进去看 蓝忘机 在外 等候应援 众人 猫腰 轻步前行 这近处 浮于窗底 听屋内 有话语声 有孩子的 啼哭声 悄悄地 直起身子 向窗内探视 果然 是今夜 被掠走的 两个孩童 难怪说 未见 行迹可疑之人 入城 出城 因为 他们走的 并不是城门 而是地道 屋子当中 坐着一个 穿大红衣服之人 形貌尚好 只是 脸上毫无血色 躺下 立着一些 穿黑色 静装之人 一看 皆是 身手不凡 便有一名 黑衣人道 主人 恭喜主人 今日之后 主人之元气 便可完全 恢复如旧了 那红衣人 轻轻一笑 甚是得意 另一名 黑衣人也道 主人 鹦鹉 如此一来 我们的千秋霸夜 直日可待了 那站在 两个孩子 身边的黑衣人 已经抓住了 孩子的手臂 便要 扎下针去 有个弟子 忍不住惊呼一声 但要捂住嘴 却于是来不及了 屋内的人 已经被惊动 冲了出来 什么人 竟敢闯我的地方 那红衣者道 你们又是些什么人 竟行此 卧错失事 抢卤孩童 究竟 想要做什么 锦衣道 切 竟有人敢管起 我的闲事来了 真是找此 那红衣者冷笑道 也好 素日没有人 能找到我们 今日 而等 找来了 也算是 有些本事 但我收服了你们 便用你们的血 也是好的 说着 便亮出了 他的武器 竟是一柄 狼牙棒 向外的尖 那端 闪着金色的锯齿 凶猛 锋利 趁说话的功夫 随随已经悄悄潜入屋内 将两个小童救了出来 递给两个弟子 浊他们 速速将孩子 送回城内 那些人 但要想来阻止 抢夺孩子 来世子弟们 早已形成阵法 将他们挡住 双方 开始 揪斗 狼王鸡 站在不远处 静观一切 初时 弟子们略战上风 渐渐地 打到声 惊醒了 庙内的其他人 约有几十人 纷纷冲了出来 加入战斗 蓝氏子弟 不免有些吃亏了 当中 最厉害的 属那个红衣者 那蓝牙棒 重量不轻 于他的手上 却是使得 十分的灵便 此追与之交手 已有些吃力 见状 狼王鸡 忙赶了过去 拨出碧城 挑过了 那柄狼牙棒 与红衣者 相斗起来 狼王鸡的 见轻便 刚进 红衣者 那狼牙棒 凶猛 浑重 两人斗得 难分难解 狼王鸡 一心想快快解决他 好去相帮 其他弟子 无奈 那红衣者 功力 也甚是强大 一时之间 却胜逃不得 蓝蛇子弟 阵法 由十二人组成 刚刚 两名弟子离开 送孩子回城 便由私追 锦衣补上 精灵 在旁助攻 锦衣去了 精灵台后 虽每日 仍有练习剑法 但阵法 讲究 相互配合 于此 锦衣却有些生疏了 偶尔不免 露出些破绽来 幸得精灵 在近处 帮他挡住了 趁乱攻上来的人 一场恶斗 挤进天明 狼王鸡内力深厚 绵绵不绝 红衣者 渐渐不知 眼看着要败下阵来 狼王鸡栖身上前 预攻几招 准备将其拿下 就在这时 确定锦衣 惊呼一声 阿玲 原来 那些黑衣人 久攻之下 发现 蓝氏弟子 阵法的 弱势处 在于锦衣这 便急了重力 在这一处猛攻 以图打开缺口 精灵气恼 冲动之下 一人冲上去 脱离了阵法团 却被黑衣人 包住了 便有几本武器 同时刺向了他 狼王鸡一撇之下 见精灵身处险境 众人已救援不及 盲用左手 从袖中 祭出望激情 右手 正在与红衣人 揪斗 左手一挥 迅速地掠过琴玄 一记灵力的玄鹰 破空而出 瞬间 将马上就要缠绕到 精灵的几帮武器 击退了 精灵得救 那红衣者 却非等闲之辈 狼王鸡 只是一刹间的分神 却让红衣者 看到了希望 他的狼牙棒 击向了狼王鸡 左侧的控室 狼王鸡 盲持臂神来挡 那红衣者 何等灵力 狼牙棒 早凝住了 他实诚的力气 凶猛地 刺向了狼王鸡的 左胸 来不及挡了 狼王鸡 只能 微微侧了下身 闭破了心口 狼牙棒 贯穿入了 左肩下方 心口旁边的位置 众弟子大惊 奋力 击开了身前的敌人 涌到狼王鸡身边 红衣人的狼牙棒 已撤 带出了一片血雾 狼王鸡 抛出壁城 盘旋而出 滑出了一道 冰蓝色的光圈 击退 震乱赶上了的敌人 撕追 撕追明白 发令道 信号 弟子们即刻 取出身上 锁藏信号 发向了空中 必成回鞘 狼王鸡 屏住最后一分力气 画出了一道结节 将所有弟子 庇护在这结节下 便再也不知 向后倒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